对于中场跑这样的耐力性项目来说,长期的劳损是受伤的重要原因,训练本身是对身体反复进行破坏与重建的过程。 人们总喜欢谈受伤,似乎不受一点伤,就不配拥有跑者的称号。 差技术综合症,足底筋膜炎,小腿静脉虚张,黑指甲,骨膜炎,跑步吸等等,都是跑者常见的一些损伤疾病。 今天主要带大家了解下小腿静脉虚张的一些事宜。 什么是小腿静脉虚张? 小腿静脉虚张俗称炸金腿,球银腿,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 在病程发展中,第一阶段是患之肠感酸、缠、胀痛、义疲劳、法力。 第二阶段,外观呈现浅静脉扩张、变痴,甚至于胸祸团块状,形成轻筋突起,加力时更明显。 同时症痛感继续增强,严重折小腿下断,一颗有精度水肿,色素沉积。 Photo, Weekly Hall 为什么会出现静脉虚张? 先天性血管闭膜较薄弱或长时间,维持相同姿势很少改变。 静脉斑膜的弹性降低,造成血液倒流。 预计,长期就形成了下肢静脉虚张,人体在站立为站,走、跑,和静坐的时候,下肢静脉血回流。 至心脏需要克服重力做工,那么它为什么不会自上而下倒流呢? 因为静脉里通常都会有一种斑膜结构,而且它的构造特点决定了只能向一个方向,血液正常的流动方向开启。 静脉半膜在下肢血液向上回流,终起着单向限制的作用。 无论是静脉曲张,还是它前一阶段的小腿胀痛,本质上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静脉半膜功能不全。 如果半膜有先天缺陷,或有战等后阶因素破坏,功能薄弱,就不能阻止血液受重力作用向下的倒流。 导致静脉血回流至缓,预计在下肢,就会感觉到小腿肿胀,麻木着肿胀痛和运动疲劳,不胀痛有明显的体感区别。 此时大量沉积的血液对静脉的压力也很高,长测以往就会使静脉撑伤,扩张,弯曲。 同时较高静脉压会进一步损伤静脉半膜,使其防倒流的功能更弱。 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血液云基与静脉曲张,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Photo, Study 这里需要注意,静脉主要可分来三种类型,浅静脉,深静脉,以及交通静脉,所有曲张静脉都是是浅静脉,静脉曲张的发病率很高。 而静脉半膜功能不全的人群更多只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没有发展成静脉曲张,并且表现出明显的遗传倾向。 半膜功能不全的症状,基本接近于静脉曲张的第一阶段。 表现为9一号小腿特别容易酸、沉、胀痛。 Photo, Map by Rain Center 静脉曲张可以跑步吗? 静脉曲张可以跑步,千万不要认为静脉曲张是一种病所以需要定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它的形成激励,跟运动损伤完全就是两回事,而且,跑步对静脉曲张的缓解还有积极作用。 人体在占立位的情况下,如果下聚进行运动,脊肉收缩可以对筋肉间的静脉发生挤压,使静脉中的血液更快地被挤出,对静脉回流起到半个作用,大幅减轻了静脉顺域制。 对静脉半膜功能不全者,运动并不运动好,动力性运动跑,跳,比静力性浮动平板支撑,靠墙进度,好。 日常动作对静脉的压力顺序,大概是平坦或太高换制跑走,久坐,久站。 Photo, Compression Advisory 想多跑一些,可以选择一双压缩啊,压缩啊通过从下至上足极地减得的梯度压力,形成一个由下至上的正压力,促进静脉血的回流,渐轻下肢血液鱼肌。 回流加快,其实就是促进了整个血液和淋巴流动的速度,让有效循环血量增加。 这样就可以,让新鲜的血液,氧气和能量物质更快进入肌肉,同时也帮助代谢废物,疲劳产物更快从肌肉中排出。 理论上说,这样就有助于提高能量代谢速度,让你跑得更轻松,恢复也更快。 另外,压缩啊通过给予肌肉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小腿肌肉,在跑步全程中的整颤。 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肌肉微细结构,损伤和疲劳程度,微细结构损伤是肌肉,疲劳和在后一到三天延迟性反痛的重要原因。 Photo Venetial Evoid 总之,压缩啊在长距离跑步中,主要是半满以上距离的比赛,确实有保护作用。 即便对运动成绩提升并不明显,但减换疲劳,促进恢复的效果是可以肯定的。 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发现,如果全程一直在腿上穿戴着压缩啊,又明显缓解疲劳的效果。 而在完成比赛后,乳酸的分解速度明显提高,赛后第二天的肌肉酸痛明显减少,恢复速度明显加快。 越野赛道上,压缩啊的帮助更大,因为越野赛在山地进行,地形复杂,不确定因素多,不穿腿套的情况下,非常容易被路边杂草或树梢划划伤。 同时在越野跑中,整个腿部在急速和瞬间跳跃的不同变化中,压缩啊可以起到支撑,稳定,紧实晃动和损伤的作用。 静脉势章的体育康复疗法,小腿按摩预备姿势,坐在椅子上或床边,下面放一只小凳,双腿架在小凳上。 动作过程,一,先按摩左腿,左手掌贴在小腿外侧,右手掌在小腿内侧。 从膝盖开始,双掌下住左侧小腿下推,推着怀部急往回拉,一推一拉反复按摩一百次后,换右腿按摩一百次。 二次指并拢,拇指分开,用大拇指按压小腿蓄管去粘处,来回推一三十次。 三,用一只手掌捏住坏腿的五个腿指,来回按捏三十次。 四,用一只手掌按摩足底部,利用全学位中心一百次。 静脉势章的刨哲应注意什么? 首先,要对静脉的生理特别,有个正确的认识,特别要避免不能运动的误区。 对于重度静脉势章,在坚持跑步的人群中其实也比较少见,需要及时求医。 常建议采用手术,而轻度的静脉曲张,或者曲张前的胀痛期,只需在正常生活中多加注意和防护,避免久站久坐,有条件可以穿上压缩袜等护具。 最需要避免的是跑步刚结束的酒站,因为这时,小腿血管扩张,血流量较多,毕竟其实更容易发生血液剧疾,静脉压力增高。 最后,对静脉压力山大,得跑者提一点比赛的建议,很多拳马,半马比赛中,叶云选手起跑前,都是拥挤在起跑区,站着无法自由活动,甚至一站就一个小时。 如果静脉半磨功能不好,血液一致,起跑的时候就很容易双腿发沉,胀痛。 所以,如果知道自己有半磨有缺陷,静脉回流功能不好,可以事先做好防护,穿压缩,或者多进行原地小步跑,跳一跳,不要直挺挺的站着不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